大家好,我是我,羅文煌 真的精神太好,又沒有人要來 沒有人要諮詢的話,版主我就來做閒聊好了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沒有特別要聊什麼重要的事情 不過嗯 有啦,其實版主我真的要聊天還是蠻多話題可以聊的 呵呵呵 因為每天生活都過得那麼充實 怎麼可能會沒有話題跟大家聊呢 對不對,所以真的要聊天還是可以聊的 聊很多屁話還是可以的 啊!不過既然沒有人,難得版主我還不是 我今天特別早起來喔,我今天起來就蠻早的 所以我蠻早就在工作的 然後一直工作到今天狀況,就是狀況其實還不錯 所以才會...如果有接...為什麼特定是 嗯...台灣的客戶,你知道 我...因為... 呵呵...大家知道台灣...台灣的諮詢時間 是我淋成一...就是台灣的淋成1點到3點嘛 所以其實如果版主狀況,精神狀況還算不錯的話 會提早...提早看能不能把那種必須要熬夜到3點的客戶 呵呵呵...請到比較早的時間來 那這樣時間不太多,特別是像今天這樣子 今天是因為老公不在家 然後小孩子剛剛也有出去看電影嘛 不是看電影,學校有活動 所以就版主我一個人在家閒的發黃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的晚上都有家庭活動嘛 就是可能跟老公出去啊或做什麼事情 那今天閒事就還蠻多的 所以... anyway... 想要找...找人家來打發時間,嗨嗨 沒有錯你們在跟直播 呵呵呵呵呵 呵呵...所以啊... 啊...所以上來跟大家稍微聊個天啊 今天...跟大家開一個小小的玩笑 呵呵呵呵呵 希望這個客戶不介意 啊...今天有一個客戶在諮詢的時候 因為他... 他的名字跟我那個不想相認的弟弟一樣 我們就不要講名字了 然後所以他那個... 因為他是用英文拼音嘛 所以他英文拼音進來的時候 他當場那個版主我有那種... 嘖... 有一點認在那邊然後在想說 不會吧,不會是同一個人吧 呵呵呵...你知道嗎 然後... 所以...啊...不管你們相相信 在跟這個客戶諮詢... 諮詢的時候 啊...版主我稍微稍稍的... 認了一下 然後...啊... 然後... 呵呵呵... 呵呵... 欸!我看到有人...有人要諮詢耶 我可以諮詢你喔 可是可不可以讓我閒聊完 對不對?因為我等那麼久沒有人理我 呵呵呵...所以我回個信好嗎 呵呵呵...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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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啊!然後就是看到...看到 啊...林子然後所以... 有點戰戰兢兢的心態要諮詢這個客戶嘛 然後這個客戶打開的時候 不知道就是這樣...欸!好險不是... 好險不是...呃... 我那個不想相認的弟弟 不然我在想說 我的臉啊一定當場會變很臭 然後臉一定會當場 八字經... 原來三字經就要罵出外 呵呵呵... 呵呵... 不過anyway一切順利啦一切順利啦 啊...呵呵... 沒有罵客戶一切都安好 然後就是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精神...精神就特別好這樣子 嗯... 直播人...我有注意到 直播人數...直播人數有B到1 這讓我版主我真的很努力在思考 以後嘴巴講出什麼話 真的要小心一點 呵呵呵... 所以...嗯... 應該...應該會回台灣 本來...本來沒有那麼... 可是應該今年不會回台灣 就算真的到了一晚今年也沒有辦法回去 因為今年的家都滿了 所以就算回去也是明年的事情 然後就算回去的時候 嗯... 還要再思考求季嘛 求季然後老公需不需要我還是幹嘛 等等等等的問題 所以...嗯... 可能也要明年... 就是明年的事情了 如果真的要回去開座談會的話 那今年以什麼... 多少人...什麼方式 就是...要租多少的場地 你知道...想要... 因為太久沒有回去了 所以想要事先做規劃 所以如果真的確定了回去的時間的話 可能會以...嗯... 預售票的方式先賣票 然後決定多少人會出現之後 再來決定場地 你知道嗎 不過anyway這是...這是之後的事情 然後不過等到明年回去的話 應該也會開放一些時間諮詢 就跟以前一樣嘛 那... 並而有限 基本上就並而有限 你們不能期望版主我回去 每天都在工作你知道嗎 呵呵 這樣...這樣我又會生不如死 所以...啊應該還是會跟以前的慣例一樣 嗯...會可能...至少會開一場座談會 然後...會不會開北中南決定在人數上 所以人數不足的話版主我就不要 你知道 因為開座談會蠻花我的精神的 所以...到時候再說啦 不過至少會回去開一場 然後這一次開的座談會可能就是讓... 我大概有一個感覺、一個方向 然後可能就是把這些年來 這麼多年來咱們沒有見的這些東西 然後...分享...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的跟大家做分享這樣子 然後看能不能... 反正anyway到時候再說 這是到時候的事情 不過到...有說過會以大概... 預售票的方式來決定我的場地大小 然後跟場次要在哪裡 嗯...不過這次的座談會可能會收費 所以... 有興趣要參加的就存錢吧!開始存錢吧! 呵呵呵呵呵呵 啊anyway 版主我人家說啊 今年...今年啊...天王星進到金牛座之後 很多人的事業上都有大變動 然後大變動之後 就...人生中就開始...可能就會有轉型 然後...轉方向的傾向 版主我今年真的是還蠻... 蠻深刻的有這樣子的感覺 可能就是因為自從天...那個... 天王星進入之後他一直轉向轉... 他一直讓蠻足我忙到現在 很多朋友們...他們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他覺得說忙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 版主我沒有那種欣喜若狂的感覺 呵呵...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這樣子... 一對一、一對一、一對一的諮詢 雖然我在心態上其實調整很多了 那只不過我還是覺得... 雖然心態調整很多 然後版主我又調價 很多人會覺得說長了這個價心情就會比較好 可是版主我就是越做越有那種... 這個...這種一對一的諮詢好像... 未來不會是版主我以後要走的路 所以啊... 就在這一段時間還在研究說 不太清楚未來是要以什麼方式呈現 或者是要做什麼樣子的... 的...的事 你知道 的時候剛好又聽到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去參加那個 就是看那個Apple的Keynote Apple的Keynote就是他們的IOS要更新了嘛 然後IOS更新了之後呢 就會有新的平台讓版主我發展啊 就是他們會開始有... 有...嗯... 聽說Facetime 可以一次同時跟30個人對話 呵呵呵呵呵呵 然後版主我就好像有點找到新大陸的感覺 因為其實很久很久以來有一隻想要針對不一樣的客戶需求 然後開...小型課程 什麼小型課程就是類似... 因為我發現最近常常回來找我的客人有點多 呵呵呵那我不太喜歡 老師跟不一樣人在講同樣的事情你知道嗎 然後就可以透過這幾個月的諮詢 大概的歸類出幾個歸類 然後你們可以上怎樣的課 因為我覺得在心靈大家都知道嘛 心靈... 生心靈這一條路上常常會有起起伏伏 就是誒我這個禮拜好像做得不錯 可是下禮拜會覺得有一點點好像... 沮喪這樣子好像又抬不起人來這樣子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就需要很... 常常的不斷的複習 然後不斷的做小複習這樣子 所以其實版主我的腦子裡有在思考類似走這一方向 然後是可能是一個月的課程或者是五堂課程 然後讓大家報名這樣子你知道嗎 所以anyway看看啦可能平台上的也要平台先試試看 然後看這是不是我未來比較想要走的方向 不一定是一次三十個人 他可以一次決定十個人 就是十個人開課或者是最多三十個人基本上 不過每一個人好像每一個人都可以對話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你知道發言、發問 就是他們在可能這個過程裡面遇到什麼瓶頸、什麼困難 然後可以像一個小型討論會這樣子拿出來做討論 anyway這個暫時手頭還沒有東西可以讓我練習 不過我覺得我會考慮這是以後的方向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過很多的座談會嘛 然後座談會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看到彼此看到對方 那這是一個新的軟體 所以我們anyway 嗯看看未來會不會朝這個方向發展啊 嗯今天精神不錯因為我說過我一個禮拜會至少 至少做一次直播嘛 然後今天因為精神不錯所以精神不錯的時候會 可以盡可能的多做一點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我下一次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對不對 所以一個禮拜有時間啊 那就多做一點吧 我多做一點之後那我接下來 這個禮拜我這個禮拜就take care 了嘛 嗯在諮詢的過程 在上個禮拜諮詢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可以跟大家稍微做分享一下 這個分享是分享什麼就是 嗯靈聽的道路有很多不一樣的道路 靈聽的道路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導師 嗨! 所以啊靈性靈性的道路啊 有時候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導師 然後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訊息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你知道 資訊你知道這就有發現很多人因為在 靈性覺醒的過程當中然後訊息可能沒有辦法分辨是對的還是錯的好的 還是壞的或者也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導師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然後有些時候要跟隨這個導師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做身家調查你知道嗎 然後有些時候啊因為導師說了一些什麼東西 內心會不知覺的產生一種惶恐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不知道說啊他們說的是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我到底要不要做該不該做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在過去的幾個月來發現的一個蠻普遍的現象 也就是在靈學過程裡面人們常會對自己接收到的訊息產生質疑 對自己follow的對象產生質疑 然後也會可能聽到一些不好的消息或怎麼樣 又開始質疑說那我到底該不該相信他 該不該追從這一個人這樣子你知道嗎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版主我的立場我說過了 我曾經到以前就說過了今天不管你跟我講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版主我不會... 我通常給你的答案都是蠻一致的 就是不與之評我不會... 我不想要給任何一個靈修者做任何的批判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每一個靈修者之所以讓你遇到 之所以讓你碰到一定都有他的原因存在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如果不要去管說這個靈修者到底好不好 對不對 然後人正不正直來講好了 今天你的靈魂導師之所以讓你遇見這一個人 在這段時間遇見這一個人一定有他的原因存在 那我今天要說的是 即使在這一段靈修的過程中你覺得身心靈受到療癒了 那遇見這一個人靈修者不管他是怎樣的背景或怎麼樣 那他就是一件必然要發生的事情 他就是一件對的事情 他就是一件好的事情你知道嗎 那或許在因為你成長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自己 你發現自己現在比較長近一點了 然後這個老師可能再也不適合你了 然後你又找到下一個老師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就隨著你的靈.. 相信你的靈魂導師 我現在講的是相信你的靈魂導師 相信你其實沒有那麼笨 相信你的靈魂導師一定會把最好的拿到你面前來 然後讓你的靈性上有更高的提升、更好的提升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這樣信念的話 你其實不用太擔心你追的這一個人 到底是好的、對的、壞的、錯的、什麼人 是不是外星人、是不是你知道神是魔 只要他講的東西是你可以接受的 此時此刻你可以接受的 說真的那就夠了你知道 所以與其花很多時間擔心 因為我說過你們想的東西 會創造你的實相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與其花很多時間擔心 啊怎麼辦怎麼辦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覺得倒不如就去以另一個方式思考說 我之所以會遇到這一個人 一定是有此時此刻需要的原因存在 這個過程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 一定有可以讓我成長的原因存在 所以我才會遇到這一個人嘛 那在遇到這一個人之後他們所發出的訊息 可能有好的、可能有壞的、可能有對的、可能有錯的 可能跟版主我一樣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單純的在發表訊息 它並不是宇宙的宗旨啊你懂嗎 所以它可能有好有壞有對也錯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分辨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 以另外一種角度去思考 靈修是這樣子 修什麼?修你的心 你的心一定要修好 今天不管你靈修的資訊是什麼 可能是外星人的資訊 可能是要你去除魔的資訊 可能是要你去做什麼事情的資訊 我不管他的資訊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站在這個交叉口 不是很確定自己的資訊 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對的還是錯的時候 因為我說過靈修的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至少要分辨要還是不要、要還是不要、要還是不要 對不對?那什麼情況就要知道 這個資訊是我要、這資訊不是我要的呢 真的很簡單 它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任何一個資訊如果會造成你的心慌意亂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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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辦、怎麽辦、怎麽辦、怎麽辦 那這個資訊你這樣基本上就可以不要理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為什麼? 恐慌這種東西啊 恐慌這種東西啊 它反應到真的只有人性好嗎 因為大家跟高我、高靈接觸過的人都知道 高我講的話超級少 很多人其實要跟高靈講話以為高靈會跟他們講很多話 你們會發現跟高靈連上的人 高靈總是只有那麼千篇一句的 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 一切都會沒事的 跟高靈連過頭的、跟高靈連過的人 都會跟你講高靈講的話超少 超少 有連到跟沒連到基本上同樣的意思 講的話一定都是一句話 你知道嗎?所以真的跟高我連上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你不會有這種恐慌的情緒 你不會擔心外星人是不是會要來佔據台灣 你不會擔心惡魔是不是會要來 you know 吸取你的日月精華 你不會擔心我是不是要幹嘛幹嘛幹嘛 任何這樣的情緒了解那是人所反射出來的小我情緒 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分辨這個訊息是對的、是錯的、好的還是壞的 很簡單這個情緒如果會對你造成恐慌 就不要去在意它也沒有傳遞它的必要 今天如果這一個訊息可以讓你感覺到平靜、平衡、安詳的話 那麼這個訊息它就可以讓你去分享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對很多現階段靈性剛覺醒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給大家做為標準的 你知道如果我還不知道到底是對的、好的、壞的、錯的 這個都是可以讓你先用來做練習的 所以真的不要很急著好像你知道 世界末日明天就要發生那樣版書怎麼辦 你知道人家人家被外星人接走了我還在這裡 呵呵會 親愛的不用擔心 當大家被外星人接走你還在這裡的時候 版書也是在這邊陪你啊地球上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我就在這邊陪你啊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擔心好嗎 然後當大家說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那邊好多魔怎麼辦 我還跟對抗 相信我你絕對不會是宇宙第一 唯一一個對抗魔的人 好嗎版主委也還在這裡啊 所以很多沒有必要的惶恐 我覺得因為有覺知 所以我們要比別人更鎮定 為什麼?因為靈修的路 如果自己的心沒有辦法修得定的話 那麼我們耳根子就很容易左右聽謠言 很容易受別人的影響 如果連人言人語都這麼容易受影響的話 那麼在接觸魔的時候 怎麼會覺得自己不會受到影響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不管你們是被什麼樣子的東西干擾 很多人是說哎我身旁全部都是負能量 啊我朋友全部都是不好的人 啊這些人傳播這樣的訊息嚇死我了 啊這個有人把魔放出來 要我去替他還債 親愛的 親愛的 深吸 深吸三口氣 把自己的情緒定下來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 在靈修之前一定要先修心 先把自己的心修定下來 如果你的情緒這麼容易被人家影響的話 那修行這條路很辛苦 很辛苦 如果連身旁這麼負面的人 你都沒有辦法保持距離 保持自己的能場的話 那接下來路又要怎麼走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很害怕自己的 頻率這麼高 然後外星人沒有被你接走的話 怎麼辦 沒有把你接走怎麼辦 你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進入到新地球 新世界去生活怎麼辦 繁主我只能安慰你 不用擔心 我在這邊陪你啊 我也還在地球上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都不急著走 你就急著要拋棄我嗎 呵呵 不過anyway 嗯 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然後另外一點 除了修心之外 我個人覺得 這是我很久很久以前 有的感覺 這其實跟修心很像 在靈修的過程裡面 你知道 靈修的人特別會道是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覺 我個人有這種感覺 奇怪 我常常會覺得 就像我阿姨一樣 修那麼久 然後到最後跟大家的感情都不好 所以我就不能靈修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一直以為修行的人 心應該更寬一點、更大一點 更不會咬人蛇 你知道蛇根 更不會道人家是非 你知道嗎 真的走修行這一條路 真的有走過修行這一條路的人 應該知道 其實在靈修界 反而 越會聽到是非 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anyway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感覺的話 我今天只是想要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 稍微討論一下 嗯 嗯 因為在靈修界很容易聽到 這個人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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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版主我在外面 有很多的是非 我只是因為懶得去看嘛 所以我不知道嘛 不過 你知道 大概猜也猜得出來 大家講什麼 不過 呃 我今天想要講的是 身為靈修者 也就是你們 呵 我們 你們 大家們 呵呵 大家們 呵 修行這一條路 起步要做的是修心 心 你的心 心是什麼 心是用你的心去感應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的是 什麼是錯的 對不對 這個每一個過程裡面 都是可以幫助你成長的一個道路 那今天我要說的是 在你在聽到很多很多很多是非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會不知所措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到底要聽還是不要聽 要相信還是不要相信 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我說過了 我們進入一個絕制的世代 你真的沒有那麼笨 一個人是不是好人 是不是合你的平的人 你一看幾乎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必定有 你必須要走這條路的過程在 可是冰天版主我在這邊給大家的建議是 因為靈修界的是非太多 所以要修心之前 先修自己的嘴巴 什麼叫修自己的嘴巴 我說過很多集了 不尊重人的話我們不要講出來 對不對 因為 靈修是一個以尊重為前提的情況下 所發展出來的路 今天不尊重人家的話我們不要講出來 沒有好的話我們也不要講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 聽到人家的是非 呵 聽的 我是聽來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呢 有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沒有 有沒有我自己親身經歷過 沒有 是不是我本人的事情 不是 我怎麼知道這件事 這個人說的 這個人他是誰 你知道 他是誰 他是你弟嗎?他是你妹嗎?不是 他是網路的某一個人說的 可是這一個人 跟某某神在一起 跟某某人 靈修很久 跟誰幹嘛幹嘛幹嘛 我不管他是誰 只要不是你親身經歷的 不是你自己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 不是你親眼去看到的東西 咱們就不要亂說 你知道嗎 因為這算是造口業的一種 今天修行這一個人 為什麼會找到這個人 為什麼會跟蹤這個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人 因為你有遇見這個人的理由 跟必要存在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像你可能不小心誤闖了我的地方 然後倒聽了我的胡言亂語 然後走偏了路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有這樣事情的存在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會遇到誰?會遇到什麼事? 有他的必要性存在 只是今天如果你自己的耳根子沒有辦法修 自己的嘴巴沒有辦法修 那在靈修這一條路 我們再回到正題 心修不正 路走下來很辛苦 你懂我意思嗎?很辛苦 因為我的耳朵、耳根子輕嘛 人家講什麼我就會聽什麼 人家講什麼啊 對啊你看那個人說的 然後講的吧 他好像是真的 好像是真的一樣 那我今天這樣子大肆宣傳之後 如果過了五年回來 他說啊那根本就是假的 你又回來說 我當初是因為聽那個說 我才這樣子講的啊 那麼那代表了什麼? 那代表你這一個人根本沒有完全自己的主見 自己的立場、自己的能場去做自己的決定啊 不是嗎?所以anyway 這些東西都是生活中的一點小小練習 那我覺得說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看看 參考看看 你知道嗎 我們生活中不可能沒有犯錯的時候 不可能沒有犯錯的時候 版主我也常常犯錯啊 呵呵呵 只是把每一種錯誤都當做一種學習 我學到了 我下次就不要這樣做 那只是以目前來講 很多人急著開第三眼 很多人急著要有能力 很多人要急著有療癒的能力 很多人要急著有這個東西的當下的時候 你常常會聽到我 跟你們建議說 其實你們最需要修的不是你的第三眼 不是你的特殊技能 不是你的天賦 而是你的心 先把你的心 修好了 先把你的心療癒好了 你接下來要做的所有東西 它才會是在原軌上 才會是在正確的軌道上 才不容易走偏 那以修行這一條路來講 我說過什麼東西 心很重要 尊重很重要 所以當我們了解心很重要 尊重很重要的話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八卦的事情 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咬 咬蛇 你知道嗎 不是發生在自己的事情 就沒有必要去造謠 你知道 為什麼走這條路 因為有這條路的必要 即便它走偏了 其實人生就像GPS一樣 遲早會把我導震到對的軌道上 所以anyway 嗯有一個客戶回應 所以版主我要去接客 呵呵接一個客戶要去睡覺了 然後啊 還是上來很快跟大家做個閒聊啦 同樣的如果 給大家做個參考 夠免治 我覺得夠免治 因為這條路真的是蠻辛苦的路 嗯不過真的要大家扶持 然後大家彼此做提醒 才不會老是又掉到 映照無敵的深淵裡面 不過anyway 同樣如果喜歡有直播的話 呵呵呵呵呵 隨時加入臉書啦 臉書、臉書 不要再一直問我說 YouTube為什麼沒有直播 啊不要再問我說 YouTube為什麼時間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為版主我 直播在哪裡? 直播在臉書 YouTube 是等我有時間在上傳 一般來說兩三個月以後的事情 所以咱們現在六月做的直播 大概八月才會上映好嗎 所以如果你要跟直播 來臉書 然後 不過YouTube的朋友們 再提醒一次支持你的YouTube創作者 不要忘記看完廣告 不要忘記點廣告 你知道去支持很多人 因為我最近看到了 蠻些蠻用心的YouTube 真的還蠻多蠻用心的YouTube創作者 版主我已經超級不用心 因為我是一個臉書者 呵 英文叫做Facebooker 不是YouTuber 所以我已經超不用心了 可是我最近真的看到一些蠻用心的YouTuber 然後真的覺得 噢天啊這些人很辛苦很辛苦的 在製作影片給大家分享 所以 真的有你們喜歡支持的YouTube創作者 版主我真的鼓勵大家去看完廣告 好嗎 然後 以這種方式去支持你們的YouTuber Anyway 暫時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